大S在台湾的名声彻底臭了 刷前夫卡被同行无情嘲讽 大S却挑不出任何毛病 平常购物的话会刷老公的卡 不需要动用太多技巧 这是很大方的刷 因为你值得 因为你值得 Melody真不愧是台北拽姐 拥有双学是学位的她 不仅智商一流 情商也很高 当记者问她会不会刷老公的卡 拽姐微微一笑 云淡风轻地回答 有时会刷老公的卡 有时会刷自己的卡 全凭自由发挥 因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根本用不着动用太多技巧 此话一出 网友们立马心领深惠 这不妥妥地在内涵某人吗 她有上线也无所谓 我自己也有卡 我自己就不会给我自己上线 那是什么状况下会刷老公的卡 想刷就刷了 但是当然我觉得 还是要有一些分寸 也不会太over这样 台北这波采访有够内涵 妥妥地拿到S嗨帅 而Melody的回答也是够讽刺 满脸的不屑一顾 强调自己是独立女性 自己有卡的同时 还不忘给网友们分享如何经营婚姻 她说婚姻里没有谁是绝对的牺牲者 夫妻既是搭档 又是共同体 这才是真正的独立女性 打S现在估计肠子都要毁清了 凭借一己之力 将自己几十年来树立的体面人生彻底崩塌 要知道名声对于艺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名声毁了就等于断了财路 可他又能怪谁呢 为了坑前夫的撒瓜俩枣 硬是搭杀了一辈子的名声 不仅到手的代言也飞了 就连吴宗献都带头群潮 节目中请了一位光头演员 高调模仿剧俊叶跳舞 还疯狂调侃大S 就连之前被大小S按在地上摩擦的沉寒点 也笑得乐不可知 只能说不是不棒 时候未到 当初得意的时候 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现在恨不得人人都踩上一脚 别人踩也就算了 就连自己心心念念的光头老公 也不管大S的死活 躲去法国游玩散心 真是活该 有爆料称 大S与剧俊叶并不是真爱 两人是合约关系 更有爆料称 剧俊叶虽然没有结婚 但在其国内是有老婆孩子的 两个过期一人为了付出合体捞金 不惜营销20年真爱的初恋人设 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的话 那大S的子真的要把自己给完死了 大S和剧俊叶刚结婚的时候 让很多人都羡慕不已 尤其是女孩子 特别羡慕大S 能在经历一次婚姻之后 还能和20年前的初恋重新走到一起 弥补当初的遗憾和一男平 婚后两人经常合体秀恩爱 大S彻底被闯成了小公主 不仅吃饭要在床上吃 就连上厕所也不用自己走 都是剧俊叶公主抱送过去 让不少人表示又开始相信爱情了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 都因大S的状告前夫陷了原形 之后大S的口碑遗落千丈 剧俊叶也因此背上了软饭男的称号 就连到手的代言也被撤销 每天只能和大S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可没有收入来源 怎么维持每月高昂的电费开销 没办法剧俊叶只能重操就业 去夜店打跌 可一晚上也仅能赚几万台币 难以负担大S一家的开销 近日更要媒体透露 剧俊叶已经不堪重负跑路了 如果是真的 那只能说大S这次真的要极飞弹打 后悔也来不及了 那么大家看好这一对吗 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